在永和,只要用299元 就可以享用百元拉麵吃到飽 享用著拉麵,配著小菜 還有飯後水果 你各位啊 你看完 你會想來吃嗎? 大家好,我是偷偷 我們現在來到永和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後有一家餐廳 他最近推出了一個我覺得很吸引人的東西 就是拉麵吃到飽 你們還記得我們曾經到桃園吃了一家拉麵吃到飽 只不過那次的表現真的是讓人覺得很有記憶感 雖然你們看我平常吃的拉麵可能都是那種重口味啊 重油啊 重鹹啊 重辣的拉麵 但是其實我也還蠻喜歡吃這種百元拉麵的 尤其今天他有吃到飽的話 我們體驗一下 OK吧 那我們就進去吃吃看 他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可以先幫我上白湯豚骨跟胡麻味噌拉麵嗎? 我們一次加一種 一種而已喔 就是吃完再上班 好喔 OK啊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 只不過剛剛店員跟我們介紹的時候 我們今天用餐券來這邊消費的話 他是只能讓我們點拉麵 小菜還有甜點而已 這不包含飲料的 飲料你要另外單點啊 那我們就期待他的餐點上來吧 OK啦各位 我們的餐點已經上來了 然後我們點的第一份是豚骨拉麵 我們開動吧 我們先喝喝看這個湯頭表現會是如何呢 他這個是好吃的百元拉麵耶 他不會像我們之前吃過的就是直接用湯粉之球對決那種 你用湯粉又如何 可是你有加一些拉麵醬下去做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很夠了 謝謝 如果你平常跟我一樣是喜歡吃豚醬或是酒湯肉的話 你今天來到這邊吃到這個拉麵 你也會喜歡它 還有這個經典的商用叉燒 還有這個經典的商用叉燒 就是這個味道 來吧 糖心蛋 他今天這邊提供的小菜啊 都是商用小菜 只不過他旁邊還有水果跟甜點 我覺得這個我們放到最後這一集吃掉好了 那我們已經吃完這回合的拉麵了 我們再跟他點下一碗拉麵吧 好那各位 我們這一回合跟他點了其他小菜 還有味噌拉麵 他光是送上來的這個香味 他就跟我們常吃的那些連鎖百元拉麵店味道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來喝喝看味噌湯的表現 沒錯不要懷疑 他就是拿我們家用味噌湯來當這個糖底 還有平常我們這邊吃到的拉麵 他起碼給的筍子都是用那種商用拉麵筍 可是他今天給我們的筍子是我們常見的那種 不夠也蠻好吃的啦 不過也蠻好吃的啦 不夠也蠻好吃的啦 我们这次来吃吃看芥末鱿鱼这个小菜 黄金泡菜 我们再给它点下一碗拉面吧 那我们趁拉面上来之前 我们先喝一下刚点的饮料 珍珠清茶 这不管是从珍珠到它的茶类 全部都是我们家常自己都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都是非常熟悉的味道 那我们的地狱拉面来了 它这个汤感觉就是清澈清澈 不知道味道会是如何呢 微酸微酸的口感 这大概上已经失去温度汤头 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做冷面的角度来吃的话 这会是还蛮棒的感觉 各位啊它这碗面我吃到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麻 但是它又麻而不辣 而且它的汤头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种泰式风味的感觉 如果它今天给我们的面条在煮完之后 马上冲凉倒进来的话 它们会非常的适合当做冷面来吃 嗯 吃 吃 做水 吃 吃 打 吃 吃 就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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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他這個湯頭應該也是我們常見的拉麵素成湯之類的吧 但是他就是要有額外調味去增添他的風采 我覺得這樣又很夠了 好不好 那我們可以跟他點下一碗拉麵吧 好 各位 那我們這次點的是和風海鹽拉麵呢 我們吃起來吧 Oh my God 各位 我就覺得他這個鹽應該是加的有點多 我們最快吃的 要吃到一躒 後面就是做的 現在ớ pensar 會不會失踪 雖然說他旁邊有加一些生洋蔥去配合這個味道 只不過他的鹹真的是有點過頭了 似乎起不了作用了 那我們再跟大家點下一碗拉麵吧 欸 點是 謝謝 OK啦各位 那剛剛店家也跟我們周邊合銷餐券了啦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光是用299元來這邊吃拉麵吃到飽 他包含他的小菜甜點什麼的 我是覺得整體來說這個價格是沒有得讓人鹹的地方 各位啊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點到第5碗拉麵啦 可是他每一碗拉麵的配置幾乎都長得一模一樣 唯獨不一樣的就是他的湯頭有這更換而已 來吧 壽喜拉麵 來吧 壽喜拉麵 好啦 我是覺得說你今天為了要讓這個菜單看起來多遠一點的做出這個味道 我也是服了你 他這個湯頭簡單的製作方式就是柴魚粉 糖粉 還有醬油 就這樣 就覺得剛喝下去那口是有一種非常非常熟悉的感覺 整個麵包餅 對的 �豆水 醬油 就這樣吃起來 很喜歡的 只要是我覺得自己看起來 很喜歡的 這個很喜歡的 多麵包餅 要用 estas麵包餅 太多麵包餅 但還是太多麵包餅 OK啦 那我们这碗拉面也吃完了啦 我们等等再跟他点个拉面来吃好了 因为我觉得感觉好像肚子状况还不错 好那各位这一回合我有跟他点了臀骨拉面 因为他是我觉得所有拉面你吃起来 他最像我们常见的百元拉面的风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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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我們吃到現在已經吃掉料碗拉麵了 我是覺得他比我們之前吃過一些可以一直無限加麵的麵店來說 今天他的表現我覺得非常超值 我們應該也差不多要吃今天的點心了 還有他這邊的份貨甜點有提供水果還有糕點 他今天這些水果表現我覺得都是蠻乾淨的 而且吃起來也是甜的 如果你嫌他這個份量太少的話沒關係 今天是吃到飽了你可以點到你滿足為止 他連這個糕點的表現也都是我們很常見的那種麵包店糕點 好啦那我們已經吃完所有東西了 等一下我們就去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現在我們來到外面了 那我們來說我們今天吃Party創作美食茶坊的想法吧 我跟我拍兩杯 今天我們來到永兒這邊吃這個拉麵吃到飽 雖然說這家店它本身是一個像是泡沫茶店的地方 它光是一間廚房就可以蓬租義大利麵啊燉飯啊火鍋啊 甚至各式的點心 今天我們買這個票券的費用是299元 但是299元是只有拉麵小菜還有點心可以吃到飽 如果你要喝飲料的話那你可能就另外加99元給它點喝到飽的方案 而且我們今天這個價格用餐時間是兩個小時啊 我們從點一碗拉麵到上桌 直到我們吃完為止 剛好差不多一碗需要花費20分鐘的時間了 我覺得以平常大家吃飯狀況來說應該是綽綽有餘了吧 應該不會沒事有人這樣子拉麵一碗又接一碗的事吧 如果有例外的狀況請留言跟我說 那各位看到這邊 你有什麼推薦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會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或是用超級感謝的功能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